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这里是 什么地方 嘿 这里嘛 当然是 咱狼秋的一角 进必处啦 不过嘛 新来的 你也甭担心 能在这儿碰上咱 你算壮大运啦 松雀 哎 你 你认得咱 奇怪 咱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也不记得我了吗 这个啊 敢问咱是欠了您钱 还是不小心拿错了您东西 或者 什么时候怠慢了您 您大人有大量 给咱点提示呗 是啊 在每次轮回的开始 松雀与我并不相识 她也不会保留以前轮回的记忆 但我还记得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 所以我可以肯定 即使看起来很不着调 但她是绝对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 她说这里是狼丘的禁闭处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和松雀初次相遇 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不过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陈学姐逮捕了 难道变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那 您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这眼下可不是纠结细致末节的时候啊 您瞧瞧 咱们都沦落到如此境地了 自然得相互照应吧 这人啊 总得朝前看 犯不着为前程往事斤斤计较 再度恩怨 咱今天就一笔勾销 您说是吧 别紧张 松雀 我只是听说过您的名字 啊 早说呀 咱就瞅你在狼丘脸生 想来 松雀大师的名号真是无人不晓 响亮得紧呢 嘿嘿 请问 怎么称呼啊 我的名字是循梦者 在狼丘 我的确是个外乡人 外乡人也到这闹瘾灾的狼丘来 嗯 在咱这可不常见啊 松雀 你知道末日之毛吗 传闻它就位于那座高塔里 末日之猫是什么猫 听起来还挺凶的 呃 咱从小在狼丘长大 对这里无所不知 可从没听说过这种猫的传闻啊 这样啊 嗨 不过你别气馁 虽然你这传说咱不知道 但别的事咱懂得可多了 说句实话 这狼丘鲜少能遇见外乡人 大家唯恐你们这些不熟悉 哈哈 你的眼前正有位合适的人选 合适的人选 你知道陈雪在哪里吗 宋雀 怎么好端端的突然提到陈雪 这个点嘛 许是在街上巡逻 又或许在禁闭处门口守着 你找他做什么呀 我很了解他 或许向他求情是一条出路 啊 我一下该不会把你打傻了吧 你有这种想法不就说明你根本不了解他吗 那陈雪可是全狼丘最体面无私的人 的确 在这个与从前不同的世界里 我已经不再是陈雪姐的后辈了 喂 喂 别愣神啊 这合适的帮手明明见在眼前 你怎么视而不见呢 你的意思是 当然是咱呢 松雀大师 可是 你现在 哎 你别因为咱现在这副样子就小趣了咱啊 那都是因为松雀大师能力出众 连陈雪都得触咱三分 只好用这种方法将咱捆了起来 依我现在的境地 跟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一起结伴 或许是合适的选择 你这沉默是什么意思啊 咱可是掏心掏肺地跟你分析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要知道 眼下人心惶惶 你这孤身一人的外来客 说是触犯了影的禁忌 影出了影怪 但还不是得不偿失吗 呃 还是说 你依然不相信咱的能力 等你出去后到街上打听打听 松雀大师的名头 那是从街头响到巷尾 我愿意跟你结伴 松雀 俗话说 私则有备 有备无患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助力 咱这种土生土长又技艺超群的狼秋人最合适 你同意啦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真有眼光啊 我因为擅闯境地才被抓进来 与你结伴也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 咱就知道你识时误 一点就透 嗯 不过嘛 这狼秋无人不想跟织手遮天的松雀大师沾亲戴故 你如今一来就遇到了咱 那自然是时来运转 但说句实话 这禁闭处想与咱结伙的人数不胜数 竞争不可谓不激烈 咱总得细细挑选一番 嘿嘿 是吧 他带着这样的笑容时 就是有了要人帮忙的鬼点子 层不例外 所以你想怎么考验我 哎呀 真是如此可教聪慧过人 你瞧 咱在这维持这个姿势这么久 虽说对咱而言不过是放松筋骨 可这锻炼总得有个肚 是吧 手铐的钥匙在哪里 哈哈哈 严重了严重了 咱也没想过让你偷到陈雪头上 那多危险呀 凭咱的身手 有根铁丝就成 那 瞧见那边了吗 绕开守卫的视线 帮咱取根铁丝回来 好 交给我吧 嘿嘿嘿 多谢多谢 全养着你了 喂 你在做什么 我 顺走东西这种惹眼的行为 总得避开这些人的视线不是 我会注意在守卫的视野之外 采取行动 喂 你在做什么 我 你是吗 我 我们在做什么 你不想办法 我跟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了 将铁丝拿给松阙吧 哎呀 深清清爽 深心通畅 多谢多谢 王后 你就是咱最亲密的朋友了 小诗 你放心 咱狼秋最讲究一个等价交换 你帮咱解了燃眉之急 再一定不会亏待你 小道补卦看香望坟 大道驱除邪碎影怪 在松阙大师手中都是一如反掌 咱倒不是免费的意思 打个友情价 绝对没问题 驱除影怪 松阙 你们七叔在这里依然坚守着这份责任吗 骑什么 得得 七叔 你知道七叔 为什么这么惊讶 我记得七叔是对抗影哉的七种方法 也是由七位在狼秋创下伪业的人组织而成的 没错 没错 就是这个设定 哈哈哈哈 哎呀 咱还以为小时候写的故事无人问津呢 早就忘了这码事儿 没想到你这个外乡人都能将其中的名词烂书于心 威威道来 哎呀 等等 你的意思是 七叔只是一个故事 对呀 七叔就是在小时候在学校里给大家编的故事呀 这 怎么会 是不是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故事的原作者 在之前的所有经历中 我都会遇见七叔 但是眼前的松阙阙告诉我 七叔只是一个故事 为什么 呃 这 咱可是创造七叔的作者本人啊 你这反应也太冷呆了点 怪了 咱记得在过去 那孩子见到来学校里讲座的作家 别提有多激动了 这次的经历和过去几乎完全不同了 还是说 在眼下这种地劲与咱相遇 让你觉得很是 很是不符合咱的腔调 所以很难开心起来 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嘛 但 七叔的故事绝对值得一看 咱就知道你的眼光不赖 哎呀 不知道喜欢这故事的书迷多不多啊 等咱出去后 是不是能开个签生会小赚一笔 嘿嘿嘿嘿 师父曾说 会将咱写的故事印出来 让全狼丘人都看到 本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堂塞咱 没想到 师父他果真替咱实现了梦想 你的师父 是白吉吗 诶 你居然连这都知道 看来的确是咱的粉丝无疑了 咱故事里的师父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不过 咱下笔还是留了些情面 没办法 不然被他发现了可是要唠叨咱的 他老人家在现实中是个实打实的顽固 来慈善学校教书纯属被组里打发来图个名声 师父平日里竟传授些事情上开门溜索顺手牵羊的技法 也只有在学间暂时才会讲点正经内容 他老人家在故事里那么温文尔雅 饱读师数的形象 还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 你可别被他书里那副样子给骗了呀 白吉他在现实世界中完全是另一种性格 是啊 难道说你还是喜欢彬彬有礼的类型 其实咱师父在学校里还是挺受大家欢迎的 除了那个古板的学间 这个松阙口中的白吉分离和从前的经历中是两个人 但系统中的人物数据都是同一段 即使存在细微差别 也不应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那就是咱的学间利托斯特了 他平日里总板着个脸 最大的爱好是喂狗和念叨谁都听不懂的诗句 以及每周末会习惯性在抽屉里藏点糖果 利托斯特也和之前的经历几乎不同 为什么 难道之前我所熟识的他 真的只是故事中的角色 哎呀 咱那时候可不喜欢他了 所以故事一开始就让他为了大意训身早早下线 作为他罚咱超一百遍多尼戈尔斯最好的小狗的报复 咱的情节设计还挺巧妙的对吧 毕竟在现实里咱也只敢偷他糖果 悄悄捉弄他一下 不过后来咱才发现 那位大叔早就知道咱会去偷 所以经常准备小孩子最喜欢的奶糖 他那是故意留给咱呢 只是 等咱发现时 已经没了亲口告诉她的机会 哎呀 沉远了 以咱身边人为原型的还有小瑟拉 她是咱在慈善学校难得的朋友 活泼 开朗 还最喜欢看书 咱拜托她给小说提了不少建议呢 看来瑟拉的数据也和从前相反 如果之前的经历只是一个虚构故事 那么跟随我一起冒险的同伴 希娜 是否希娜本就不该存在于这些数据里 所以 没有人会记得她 小瑟拉曾说 如果她能和作者交流一整天 她最喜欢的角色 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现在看来 或许坐着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只是这么些年 咱好像就碰上过你这一位读者 说起来 咱还没问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 朋友 你的脸色好像不太舒服啊 是不是咱花太多了 要不咱们找个机会一起出去散散心 抱歉 宋雀 我现在还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思路 没事 没事 实在一时激动了 像咱这种奇迹无名的小人物能被看见 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 的确很让人开心啊 那其他人 比如瑟利姆 她的原型是什么样的 她呀 算是咱的幻想朋友吧 幻想朋友 你的意思是 苏利姆根本不存在 嗯 故事中的其他人都是咱虚构的呀 所以 那些我自以为熟识的伙伴 只是另一个世界中某人的幻想 说起来还真不好意思 那时候 咱若小又平庸 经常被人欺负 就一直希望能有位朋友为咱挺身而出 要么帮我揍那些坏孩子一顿出出气 要么冬下手指就能让那群家伙跑得离咱远远的 所以 莎弗莱和瑟利姆就因运而生啦 因为 咱在现实里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啊 嗯 可是真要叫起这儿来 故事里最大的幻想朋友不是咱自己嘛 明明在学校里像课随时能被胆落的尘埃 落在地上连个响都没有 却偏认为自己是台上的主角 拯救影哉的大英雄 与其说是故事 不如说 七叔是咱这种凡人做的一场英雄梦啊 过去的事情 西娜 七叔 只是松阙写旧的一场梦吗 所以在解决完梦中的影哉后 我再也不会遇见西娜 如果我现在所处的狼秋 也是另一场虚构的梦境呢 我脚下的狼秋是否在另外的世界里 同样是别人曾经书写下的故事 究竟哪一段经历才是数据本应呈现的样子 究竟哪段数据存在西娜 不 我需要冷静一点 至少必须先确认白基等人如今的近况 我才能进行对证 嗯 朋友 你没事吧 感觉你好像很痛苦啊 我没事 松阙 那你故事中的师父 还有利托斯特他们 现在在哪里 现在啊 哼 现实多没意思啊 故事不就是与现实最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才会令人向往嘛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既不美好 又很俗套 一场意外的大火 把学校烧了个精光 师父和学江为了救人都没能逃出来 一片混乱中 咱和瑟拉也走散了 咱被迫混迹接头 本以为自己真能像故事中的松阙一样 精明又机灵 大展拳脚 做下一番事业 可到头来 处处碰壁 只能靠偷 偷学的手艺 勉强混口饭吃 七叔 现在只剩下了松阙吗 要是当初构想出英雄松阙的自己 看到咱现在这副灰溜溜的模样 一定很失望吧 咱啊 兜兜转转 竟然成为了小时候最不屑看到的那种人 松阙 没什么 咱可在废墟前答应过师父 要带着他们的那份快乐开开心心地走下去 至少 他交给咱的手艺 咱都没白费不是 至少他还是记忆中熟悉的松阙 在困境中永远可以保持热情的生命里 哎 难得遇见你这样的有缘人 本想回忆往事畅谈咱的创作思路 没想到 却勾起了自己的伤心事 抱歉 宋转 没事没事 这又不赖你 谁让咱的过去 本就是一桩桩伤心事呢 只是 从前咱感到难过的时候 师父就会带着咱到琥珀街上的老鸣记 吃有果子 可惜 师父已经不在了 咱如今又深陷淋鱼 果然 不知道松阙他从每句话开始 就在践行欺瞒的道路 看来有必要出去调查一下 其他树的近况 是否真如他所说 这样我才能进一步比较 究竟哪段经历 是系统中存在的真实 哎呀 那份油滋滋的甜蜜 可真让人想念了 咱瞅你脸色也不是很好 不如同咱一块尝尝老鸣记的油果子 大家的点心真是一绝 咬下一口 什么烦恼都忘了 你出来乍到 又帮了咱许多 这一顿 咱请客 哎 就是不知道咱俩要被关到什么时候 才能品尝到啊 你是想约郁吗 宋雀 你说什么呢 才是那种违法乱纪的人吗 我可以帮你 因为我也有需要调查的事情 咱可是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哪里会有约郁的想法 误会 都是误会 关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只会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你 你真这样想啊 嗯 痛快 咱就知道你聪慧过人 没想到 你早就与咱一拍即合 说起这月狱 对你这种外乡人来说 那是难如登天 可幸亏你遇上了咱 要知道咱来这禁闭处就像回家一样 瞧见那个地方了吗 那里面可藏着咱趁手的装备呀 装备 难道是武器 你想要炸开禁闭处的围墙吗 诶 你的相反很危险啊 其实那是咱杂耍卖一时的戏服 上面带了点特殊的小机关 虽称不上大手笔 但小到消灭泳怪 大到逃出生天 全都够用 绰绰有余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取回来 没问题 只是 嗯 恐怕这回得拜托你替咱跑腿了 为什么 咱这种大人物 可是陈雪的重点关照对象 要是动作大些 更容易惹人耳目啊 你是初犯 总比咱安全些 好 交给我吧 全靠你了 寻梦真 像寻找铁丝一样 去取回宋雀的装备吧 你放心 要是失了手 咱肯定揽下所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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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